1月4号 北京冬奥会正式进入倒计时一个月的时间轴 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 竞赛场馆的赛前准备工作受到瞩目 目前 北京 延庆 张家口三大赛区的所有12个竞赛场馆 已全部完工并具备办赛条件 并经过测试赛的检验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过程中 各赛区一方面对老场馆进行改造 使其成为专业的冰雪竞赛场馆 同时还新建了一批竞赛场馆 而在新建的竞赛场馆中 有多个还创下了世界之最与世界第一 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 国家速滑馆采用双曲面马鞍形单层锁网结构雾面设计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锁网污面体育馆 据悉 国家速滑馆采用这种设计 能极大的节约材料 用钢量仅为传统污面的四分之一 为了实现一个更紧凑的容积 所以有一个弯曲的屋顶 那么这个弯曲的屋顶的形状呢 它刚好是我们钢锁结构受力最有效的形状 所以呢 我们就选择单层双向正交锁网结构 然后这样一个呢 非常轻的一个结构 然后来节省钢结构的用量 我们并是在实际建造里面 然后使用的钢锁大概屋顶上每一平方米 然后只有27公斤左右 首钢滑雪大跳台 作为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 设计灵感来源于古代敦煌地画中的飞天 四代在空中飞舞的形态 与大跳台赛道曲线十分契合 因此又被称为雪飞天 北京冬奥会后 首钢滑雪大跳台将成为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 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 成为专业体育比赛和训练场地 首钢滑雪大跳台也是世界上首例 赛后永久保留的滑雪大跳台场馆 在赛后利用方面呢 一个是可以作为专业的比赛和训练场馆 继续服务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二是作为大众休闲娱乐场所 面向公众开放 第三个呢 就是作为咱们冬奥的文化遗产 那么面向海外游客开放 作为北京冬奥会设计难度最高 施工难度最大 施工工艺最为复杂的新建比赛场馆之一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全长1.9公里 垂直落差121米 设置16个弯道 被形象的称为雪油龙 建成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是全球第一条360度回旋赛道 建设过程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它克服了3D地形条件下 非常不利的一个地形的影响 通过我们国家非常强的基建工程方面的 这个技术力量和这个建造能力 实现了克服不利的地形条件 不利的地质条件 以及复杂的曲面混凝土喷射成型技术 在这些具体的一些细节上 都体现了我们非常强的工程能力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重理区 是当今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跳台滑雪场馆 也是张家口赛区工程量最大 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由顶层回廊竞赛区看台区组成 作为中国第一个跳台滑雪场地 赛后将作为奥运遗产永久保留 做平以后可以做足球场 做各种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 做演唱会 做发布会 两边都有楼梯可以爬 实际上是考虑了将来旅游者 或者其他的休闲活动 可以形成一个循环 一直沿着这个如意走一圈 上面这个顶峰俱乐部 后面有一个比较大的环境 可以做集中的会议展览 甚至一些发布活动都是可以的